哈喽大家好啊 这里是Music正在看 我是你们的老郑 凭借着一个风扇 一把吉他 今年这位年过半百 并不貌美的大叔 因为电视剧想见你 可是俘获了一众九零 零零后的心 而他的演唱会 更是被称为万人买票 去给他唱歌的大型KTV现场 没错 他就是500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台湾摇滚天王500 到底有多让人上头 上个月500在滑冰造成的脚踝骨折 韧带断裂 原定的演唱会也退后了 让粉丝们是担心不已 谁知道这位老大哥养伤还不安分 打着石膏坐着轮椅 参加澎湖湾闭幕式演唱会 并担任压咒嘉宾 在轮椅上 那也是照样嗨翻全场 让不少网友感叹 这位摇滚老炮敬业的同时 还调侃道 这次可是真摇滚了 你给的爱 你给的爱 无处的温暖 是否我一个人走 想听见你的挽留 春风潮雨飘飘落落 当然500的创作能力呢 也是没得说 为刘德华创作的世界低等 为王心灵创作的我会好好的 那都很受欢迎 但他也有被人退歌的时候 500的经典歌曲 你是我的花朵 就是他为TWINS写的歌 但因为风格不符 所以被TWINS拒绝 500自己演唱后 是以跑而红啊 自创的花朵舞 更是在油管的播放量 高达338万 看500这舞姿 妥妥的是广场舞中最亮的仔啊 一二一起来 你也是我的花朵 折手 你也是我的花朵 转转转 歌手可以不背歌词 因为台下的粉丝 就会从头给你唱到尾 现场之王500的演唱会 绝对是所有歌手梦寐以求的现场效果了 唱歌你只要开个头就行 台下立马万人大合唱 即便你麦克风在手 也架不住他们人多势众啊 让500老师是想插都插不进去 最后也只能在自己的演唱会上 当领唱和伴奏了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周视频的记得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